金融焦点在看到 新兴病重头戏即将登场 这个星期三就是台新金跟新光金的股东临时会 而一想反对与台新金合并的新光金大股东林博汉 今天再度现身 但是这一次他不再呼吁小股东们投下反对票 他强调每一个人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不论合并案的最终结果如何 新光金控都必须要现金增资 才是对股东们负责任 主导权在新光集团跟新光金控身上 绝对不用靠别人才能成长 而且别人还不见得靠得住 靠自己比较快 在本周三新光金台新金的股东临时会前夕 反对新兴病的大股东林博汉再度出面喊话 在金管会对中信金收购案明确表态反对之后 新光台新各自超过40多万名的股东 将会如何抉择备受关注 而目前支持合并的一方 台新金董作吴东亮和新售副董红士奇 合计约有12%的股权 加上台新近三成的委托书 以及10%的新光金外资股东 要取得过半数的赞成票很有希望 反对派方面 新光金创办人吴东静和林博汉 本身有约12%的持股 加上接近10%的委托书 以及5%的外资支持 反对票的基本盘预估有将近三成 不过林博汉这回选择不再呼吁 小股东投下反对票 股东会前我当然要讲出我的反对的理由 但是林股会如果真的通过了 那我也尊重大家的看法 所有做决策的人 自己要对自己的决策负责 市场推估股东临时会的出席率 可能会高达8成 包括保家集团 以及玉铁董事长林高黄为首的南部钢铁人 跟新光三月都会现身投票 其中南部钢铁人持股约占8% 先前曾经表态挺中心金 他们怎么投票成为了关键 林博汉则是认为 新光金的现金增资比起合并更重要 甚至搞不好我们reject这个案子之后 我们再完成一次现金增资 让钱留在新光金控 你的持股比例增加 你的股数增加 以后有机会去换净值高了之后的18块 未来经营的更好 净值更高 有人要用更高的加钱跟我换 我就是当长期持有股东的最高的好处 合并虽然没有完成 但新光金控制越来越健康 不论股东临时会通过合并案与否 林博汉不断重申 新光金都应该先壮大自身 才是最大程度守护小股东们的权益 记者赖北京谢龙正台北采访报道